一人名道的經紀人李思祥以及小S老公徐雅君 過去是合資創立了奧達市公司 但是李思祥卻捲入抽空案 涉嫌挪用四千萬的公款還偷竊商標 全案是進入到司法審理當中 什麼結果還沒出爐 如今又爆出案外案 新接手的董事長林壽平意外發現 公司裡面一名只有五年資歷的修信女員工 居然擅自竊取公司機密 交給李思祥 一人名道的經紀人李思祥和小S老公徐雅君 合資創立奧達市公司 但身為董事長的李思祥卻捲入掏空案 不只涉嫌挪用四千萬公款還偷竊商標 董事長換人座由奧達市的大股東 極光公司法人代表林壽平接手 驚人發現案外案 林壽平接任董事長後 發現李思祥曾在奧達市的股東會 拿出極光公司的內部資料 包括客戶名單訂單出貨和庫存記錄 詢問來源得到的答案卻是匿名者提供 林壽平當起柯南調查 意外發現在公司正值五年的 消息女員工甚至下載竊取機密 未留給李思祥 還私賣公司商品做五本審議 他平日就是沒有那麼早上班 那他那天刻意提前了 大概半小時的時間 他手上拿了一碟文件 從他的包包拿出來 然後放回去公司的文件檔裡面 林壽平得知後報警處理 監禁也搜索消息女員工的住處 果真發現大批遭到侵占的服飾 另外還發現他名下擁有多間房產 和土地身價高達近兩億 希望他承認他的錯誤 然後可以誠心的道歉 我們公司人不多 那沒有想到會有人做這樣的事情 我們確實非常的訝異 公司閉案 易莊接著易莊現在一次逮到內櫃 但權愛還有待司法調查 記者這麼報道